連塘香園圍口岸明天啟用 因應疫情先開放貨運 朝七晚集 業界相信若到深圳東部 以至越東地區車程會縮短 潘耀昇說一下 連接香園圍公路的香園圍口岸 在沙頭角再入些 是第七個陸路口岸 先講貨運出境 一出公路就到口岸檢查亭 辦理入境處手續和海關清關 要查貨就要去右邊海關泊位 獲通知不用查貨的 就上左邊天橋去深圳連塘 到反方向入境香港 通過檢查亭檢疫 入境手續 之後就到清關 不用查貨就靠右出公路 要查貨的就轉發甲灣去找海關 記得收慢車速 新口岸每日最多 可以處理17850架次車輛 洛馬州黃江口岸後年取消貨運 到時只有行深圳灣和香園圍連塘口岸 用的時間應該少些 過了這個連塘口岸進入深圳 也都是進入一個高速公路 也都不需要入社會道路裏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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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熱東、海陸風甚至乎是散頭的車 甚至乎是大盤灣、一大的廠 可以拆些時間 口岸暫時只是被跨境貨車走 當局解釋 因為疫情要減少兩地的人流動 所以客運通道未用得 跨境巴士、私家車都未行得住 將來客運啟用一天可以應付倒3萬人次旅客 旅客可以搭這三條巴士線來往口岸至上水、大圍、屯門 小巴線就有一條來往口岸至上水 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昇報導 好 好